它的芝麻味好特別喔 大家好 我是Anson 歡迎來到AnsonTV 今天我們依舊是在台北松山機場 因為Anson之前去到廈門 通常都會來松山搭機 所以很多時候晚餐我都是在松山來解決的 所以Anson今天就要推薦你一家 如果你來到台北松山機場 你一定要吃吃看的一家餐廳 那當然呢 不一定是在松山機場 因為它是連鎖的 在信義區也有店 所以呢 今天Anson就要介紹大家一家 泰式料理 那這家餐廳的名字就叫做 大新新泰式麵食 明天在達聖音 海陸麵 二是面入口 這個來攝影韓 Unity Вот 跟大家說一下 Anson來的話呢 通常都是點這個 酸辣海鹿麵 他加88塊呢 就會有一個小菜 還有一杯飲料 同時還有一個就是他的火山雙淇淋 那他的價位呢 大概就是在200到250塊 新台幣左右 不算很便宜 但也不會太貴 那我們就等他上菜囉 首先呢 我們先來吃一下他的丸子試試看 魚丸跟這種酸辣的湯底配起來 其實真的蠻大的 他反而可以把那個魚丸的香味秤出來 再過來我們來吃吃看他的豆腐 這個應該非常好吃 因為他應該把那個酸辣湯的湯底都吸得飽飽 開始啦 好 我們再過來我們就來試試看他的麵條囉 還是因為酸辣湯的關係 會讓這個麵條本身就感覺上 有一點點的 那種甜甜的口感 我覺得他那個甜甜口感 跟這種酸辣配在一起 非常好吃 再過來就是大家看到旁邊的那個 炸彈開花的東西 其實呢 他是酥炸的金針菇 嗯 他的這一面是脆的 這一面是軟的 然後又吸了那個汁 然後又有金針菇的味道 這個 這感覺五味雜陳 但是總體來說是好吃的 他的蛋白很香 但是他的中間的這個蛋黃 吃起來是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這糖心它還OK 但是說不上幾好啦 那他有很多的小菜可以選擇 那當然你也可以吃吃看其他的小菜類型喔 吃完酸酸辣辣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喝一下飲料 那他的飲料呢是 泰式奶茶的 就不會太甜 但是他有那個濃濃的那種類似 牛奶或者是煉乳的那種感覺 對 不對對 你如果是不吃辣的朋友的話呢 你一樣有別的可以選擇 Anson也推薦你這一道菜 有機會你又不想要吃太辣 或者是太酸的話 你可以考慮吃吃看 七星燉牛肉河粉喔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吃他的冰淇淋啦 Let's go OK這個就是他的黑火山芝麻雙芹 哇他的芝麻味很香欸 他的芝麻味好特別喔 那如果你喜歡吃芝麻的話 這個會非常非常合你胃口 那他也有開放外帶或直接買冰淇 所以如果有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買個冰淇吃吃看喔 OK 大家覺得今天的大興感覺如何呢 Anson其實個人是非常喜歡吃泰式料理 那比如說打包豬啦 或者是那種綠咖哩 椰子咖哩這一類的 都是Anson非常喜歡的 OK 你也喜歡吃泰式料理嗎 在泰式料理裡面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道料理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OK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 明天見 掰掰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AnsonTV每天晚上9點都會準時上傳影片 在上面的這些平台裡面 也都有AnsonTV的相關頻道 同時間Anson都會把自己的生活大小事 分享在自己的Facebook、IG還有微博上面 所以如果還沒有關注起來的話 記得把他們通通關注起來喔 OK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